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接過一尊自己帶來的王爺 同行有人再抱回 跟廟方請來的媽祖神像 原以為是正常的請神還接 沒想到是神像詐騙案 來自北部的許姓男子 9號下午5點多 和朋友到雲林北港朝天宮 向廟方恭稱 住家附近的宮廟在辦廟會 想要恭請媽祖做客3天 廟方不已有他 讓男子依程序辦理請回媽祖 沒想到隔天 這尊媽祖就出現在臉書社團中 被當成落難神尊拍賣 一位信眾發現後 以1萬6千元的價格買下 並無償還給朝天宮 事件才曝光 他請問他來保安善信 王這尊媽祖要這樣結案 利用這種明星來不信任 這要考慮他們的過程 男子大膽將神明變賣 廟方事後追查才發現 這名許姓男子是一名冠妾 專挑神像下手 過去就曾將陸港天后宮 及奉天宮的唯武麻 及蘇甫王爺請回家 同樣放上網路上販賣 曾遭警方逮捕 這回又再度以同樣守法犯案 請神回家只需要簡單的說明理由 並確認身分即可 廟方給方便 卻被有心人士濫用 連神明都敢偷走變賣 實在有夠大膽 金新聞成語 王會無採訪報導